巴西总统卢拉一行12号的晚间抵达了上海 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那么在上海的期间 卢拉将会出席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 罗赛夫的就职典礼 并参观科技公司华为 巴西总统卢拉乘坐专机 12号晚抵达上海 卢拉与夫人罗桑杰拉 巴西国会参议院议长帕谢科 一同走下悬梯 巴西前总统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 罗赛夫在场迎接 与卢拉夫妇亲切交谈 巴西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行长 梅尔卡丹特 也在八方迎接官员行列 中方则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 作为代表迎接卢拉一行 这是卢拉第五次访华 和第三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在上海期间 卢拉会访问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总部 并出席罗赛夫的就职典礼 此外还会参观科技公司华为 和刚刚落成的书赞安诺中国研创中心 代表团之后会转往北京 卢拉14号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 卢拉此次率领的庞大代表团 包括八名内阁部长 五名州长 多名参议员 以及240名商界代表 双方预料将签署于20份双边协议 涉及医疗 卫生 农产品 教育 文化 金融 工业 科技等领域 当中包括建造中巴地球资源卫星项目6号卫星 监测亚马逊雨林 卢拉原定上月底访华 但因并推迟 她临行前表示 期待巩固与中国的关系 平常邀请习近平回访巴西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